抓下來,並且錄製成聚集,因為如果你現在只有做一個的話 那 總共有57頁,你總不可能說每一頁 都再跑一次再跑,那他太浪費,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就讓他跑個回圈 自動幫你把他抓下來,這樣不是很好嗎?怎麼做? 一樣我們怎麼樣呢?把剛剛的動作你把他彩排過 然後並且在利用什麼 在利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聚集,有沒有開發人員 裡面的那個錄製聚集,那這個聚集的話呢,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這個地方的話呢,我把它做,所以剛剛把動作錄下來之後的話,接下來錄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結果啦,所以我剛好沒有錄到,ok 那特別是錄製的動作就是 先按錄製聚集,輸入那個大樂透下載,輸入完之後的話你就把剛剛的動作做過一遍,那程式就出來了 裡面呢,關鍵的地方就是改這個一 那改的方法,特別注意 就跟之前我們 寫那個 迴圈的方法,比如我們是for i,所以特別注意我就在第一行的後面按個enter 然後按個tab鍵 然後寫什麼呢?寫之前寫過習慣的那個for i for i 等於 1 空一格到 57 再enter兩下 對不對,再打一個net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我們寫很多遍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把它放,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with到endwith 也就是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那把這一段呢 把它移動到for net的中間 移過來就好了 那因為移過來它的階層喔 應該是要再往下一階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with到with的這個部分 再選起來 然後按個tab 讓它下一階 那這樣的好處,如果你不做這東西OK,也可以執行 但是如果你做了之後,你會發現 它的頭跟尾就很清楚了,一定有for 一定有net 那以後結構就會相當清楚啦 比較好閱讀,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好,第一階段應該可以看懂吧 所以就是把那個路下來之後 然後呢,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再來的話,再把這個i有沒有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的indage page 等於1的1 1喔 它是一個字串對不對 所以前面講過,如果你要把i放進來 就是要把它切開來 然後放進來 那個步驟我講過很多遍 你乾脆如果你 實在是 不太知道為什麼,你就先記 那個口訣嘛 有沒有 1先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加空白 OK,應該這個不陌生啦 而且我們寫了蠻多遍的 那我一直強調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以後 你要在一個字串當中 加個變數的方法 都是這樣寫 OK,所以你熟悉之後啦 以後 不管你是不是寫VBA喔 以後如果你寫別的程式喔 概念是一模一樣的喔 OK,所以喔 其實我是覺得你至少要學一個語言啦 以後的話 你再去做 別的事情就簡單的 然後呢,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來亂亂看了 基本上程式就改完了 那也許我就把 這個大樂透下載這個名稱 加兩個字,叫P次好了 這個就變成P次的 就是不是這一次 OK 他這個地方就變成P次大樂透下載 然後就改一個回圈 那就OK了 不過 在執行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點 他這一行會錯誤 叫什麼 點 Command type 等於0 這一行是多的 他好像會卡在這一行 這一行的話你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按 前面加個單以號 否則這一行好像會出錯 他這一行是多出來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接下來怎麼練習 也許你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再切到Visual Basic 我們按F8 租航來跑跑看 看到不OK F8 這個時候的話 I 等於E OK 然後 Indage Page 串在一起 就會丟給他一個 Indage Page 等於E 然後放在哪裡呢 Distance 有沒有 Distination 這個就是放在哪裡的意思 放在 Range的 A1 有沒有放在這裡 OK F8 往下 這個底下都是一堆的參數 最關鍵的是 這個是Web Formating 這個是網頁格式要不要帶過來 不要 然後呢 Web Table 網頁上你要抓第幾個 那個 表格 Table就表格 第五個表格 其實只有這兩行有效 其他都可以刪掉 然後有Refresh Refresh Refresh 真的把資料抓下來 OK 抓下來 有沒有看到 那 可是問題來了 NAS 他這個時候呢 NAS是NAS I I的話變成下一個 下一個變2了 所以他在把第2頁給下載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Distination 還是A1 那會怎麼樣呢 其實特別重要 如果你沒改這個地方的話 他能不能跑 他也會跑 會不會蓋過去 好像不會 他會怎麼樣 他會下載之後的話呢 他會 把資料放在A1 可是原來知道怎麼樣 他會變成 把原來的這一段資料 把他排擠到右邊去 所以呢他會變成這樣 就是 如果把他執行 下一格 OK這個讓他跑 Index 等於2 一樣抓 抓下來 你會發現 他原來的資料有沒有下載 有 可是 第1頁的page在哪裡 第1頁的page在這裡 所以他第1頁就被移過來 那第2頁呢 就放在這裡 所以 如果再下載第3頁的話 怎麼樣 再把這2頁呢 再向右移動 然後再放一個新的 那所以啊 如果全部跑完的話 你會發現 蠻有趣的 他變成說 全部資料有沒有下來 有全部下來了 但是會變成說一直 擠到右邊去 OK 瞬間都全部跑完了 但是會變成這樣子 資料是有全部下來 可是好像 也 也麻煩 不過比你重新再貼應該會快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不要 一直都放在 我就開個新的工作表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 讓他怎麼樣 第1頁的時候就放在第1個工作表 A1 那如果第2頁的話 放哪裡呢 再讓他往下放 放在哪裡呢 放在有資料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這邊 下個註解好了 我讓他跑一下 跑一下 OK 然後就抓第1頁 那這個index Page等於2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當我下一次的話 把這個 1的數字 改成什麼呢 改成 Ctrl向下 Ctrl向下 我記得我們有學過這個 向下追蹤 追蹤 目前 這個A欄的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只要把這個數字 加1之後 放在這邊就OK了 那這樣不就是 每一次就向下追蹤 放到哪裡了 放到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那這樣不就可以 自動就完成了 所以 特別注意 這邊可能需要 改第2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把這個1也改了 那怎麼改 那你要知道那個邏輯 這個邏輯的話就是 所以在4下面按一個Enter 按一個Tab 什麼邏輯呢 如果 if 我們現在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重新再run它 如果什麼呢 如果目前A1裡面是空的 那我這個 這個值就是 這個值就是1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就向下追 這邊的話多一個 如果 目前的那個 Range A1這個儲存格裡面假設是空的 A1 如果這個儲存格 裡面 假如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就是什麼 等於空的 這樣寫 等於空的 意思是說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現在沒有資料 那 空一個 然後 然後呢 Enter兩下 我先把結構打 反之的話 反之就是有資料 那表示已經有下載第一次了 那我再 把Enter 先打完 如果呢 假如 A1是空的 那我多一個變數 叫R好了 R值的是 我要放在哪一列 也就是R 等於1 如果呢 當它裡面完全是空的 那我就把這個R裡面放1 那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反之如果說 當然如果說它已經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意思是說它已經有下載第一次了 那我這個R等於多少呢 就再幫我向下追蹤 加1 向下追蹤應該還記得吧 向下追蹤的寫法就是我從A1向下追蹤 所以我這邊R等於 這個儲存格 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點END END 這個我有講過嗎 END是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最下面的話 刮虎你跟他講說上下左右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的話就是 XL 前刮虎我跟他講說向下追蹤到那個 最下面 然後點什麼呢 點Raw 意思是說呢 幫我從A1向下追蹤之後 這個是動詞喔 幫我把 點Raw是說把那個列 點Raw列嘛 幫我把列的 數字抓回來的意思 所以他抓回來可能就91嘛 就像91 因為91我要放 你不能放91 因為91裡面有資料 所以要不要 把它加 1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特別注意喔 這一段喔 邏輯我們有寫過有沒有 兩重邏輯嘛 然後最後的話你就把這個E 把它改一下 這個E改成什麼呢 改成R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其實也是一樣啦 就是 把它delete 掉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雙一號雙一號 有沒有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這個 控 控開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如果你剛剛E已經是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的話 其實旁邊這邊可以不要放這個東西 AND空的 因為你發現AND空的等於沒有 所以剛剛的寫法 更快的寫法 如果 假設說 E已經是在這個字串 的最右邊的話 那你其實只要把Edelete掉 移到右邊之後 ANDR就可以了 ANDR 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用像剛剛這個 什麼還要 串在中間 不用 你就加一個 字串外面加一個ANDR 這樣的話 意思是把那個R放在A的後面 它串接完之後 就會是什麼 A的第幾列的意思 OK 好 程式基本上寫完了 那我們來弄弄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那我們看 OK 然後把它跑一下 這個有了 對然後Ctrl向下 他現在是91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跑下一個的話F8 那我看一下現在 I等於2 然後R的話等於多少 92有沒有 所以如果向下追的話 他就跑到這邊的話 抓資料 抓下來會不會是到下面呢 有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就跑到下面了 那因此類推 我如果全部要下來的話 就不用中斷了 就讓他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他就 一直閃 表示一閃一下 就是把一頁 的資料給下載下來 你看瞬間不到一分鐘 Ctrl向下 全部下載下來 總共有5133列的資料了 但是呢現在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其實還沒完成 還要再做了 當然你已經比那個土法蓮剛第一步還快了 只是說還沒接觸 我們可能還要怎麼樣 把這個日期放在這裡 所以怎麼把它複製上去 然後再來的話把這兩列刪掉 有沒有 在刪掉之前可能還要再刪一個東西 因為他每一頁上面都有這個多餘的 所以可能第一步也許現在要把多餘的日期列 日期的那一個標題 標題欄 跟標題列把它刪掉 然後再去做 剛剛那兩個事情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資料是OK 可以用的 還沒有 好像還有第四個 哪個呢 這個資料呢 他應該要分開來 可是他卻沒分開 他在一個 儲存隔離 如果我要拿來用 我也沒辦法分 第四個可能要再把它切開來 當然呢 如果你沒有好的方法 你就 只能夠圖法類 然後 我像這種都會圖法類 老闆叫你說你幫我統計一下 我看 你光做這件事情做到下班可能都不見得 做得完 但如果你會程式的話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第一步呢 請各位 先利用錄製聚集 把那個 利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把 剛剛的 這個網頁上的東西錄下來 然後做一個程式上的修改 OK 太好 利用錄製聚集